好,大家晚上好,我是李盛,谢谢鲍老师,我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读学习一篇文章, 其实鲍老师刚才说的,我的培训是在流行病,就是Epidemiology, 但是因为我的专业是做流行病传染病模型,就是我们叫Mathematical Models, 或者说Dynamic Models,Transmission Models,所以我对这篇文章比较感兴趣, 同时这篇文章也是我让学生读的,我在4月份,因为这个作者之一, Mark Lipsch,他是在美国比较有名的,他在欧洲培训的一时, 是以数学为背景的,做传染病模型的,在美国比较有名,哈佛德教授, 我在4月份听他讲过这篇文章,当然他没有讲全部,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就是看一看和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这篇文章呢,他的题目就是, Projection the Transmission Dynamics of SARS-CoV-2 Through the Post-Pandemic Period, 主要就是绿色, 新冠流行, 就是一直到,就是过了这个大流行之后, 从大流行到大流行之后, 他有几个作者, 这篇文章让他们特别注重了, 他里面有四个作者是, 这个Echo Contributed, 所以他们,因为他们都是, 那个自己是Professor, 这个文章是在Science, 在5月22号发表的, 是Free Access, 就是大家都可以在网上直接下载下来, 对, 对, 我去, 对, 对, 不好意思, 不 我现在是share powerpoint 我要是在全屏状态下 我怎么 你把它重新share一下 重新share一下 要转到下一个 OK 新stop 你好 苏老师上来的是吧 对 那我们讲座现在开始吗 它刚开始 哦 它好了 嗯嗯 好的 那我继续 你好啊 那么今天呢主要是这个 我觉得我的主题就是 我给一个就是 Application example of mathematical infectious disease model Protection dynamics and evaluation interventions 实际就是说我想提供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数学 创业病模型 就是和基本上我们怎么用它 最主要的两块我们用它就是 这个预测 这个创业病的走势 就是dynamics或者它的 或者它的pattern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使用这个模型呢 去评价 intervention 评价它的就是控制策略 这个是我们比较 经常的 传统的 就是我们怎么用 那个 这些创业病模型 呃对于我来说呢 我认为今天的读制品文章呢 怎么可以就是说一个呢给大家一个 啊数学模型的一个例子 很好的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是从我们叫 Infect disease model的工作 不是数学家 不是Mathematation 呃有时候我们也叫这个 呃 Ecology Ecologic模型 啊 这个research 就是这个一般呢 在美国认为是Multiple Discipline Research 是跨学科的一个研究 以 就特别是这个 这个ODE based模型 就是这个 Wiffing Function 呃 based的 Tranium模型 呃我们 怎么用它 是和数学家是不一样的 那么如果数学Mathematation 他们有一个模型呢 它写好公式之后 它会 就是计算 证明定理一 定理二 定理三 那么它不会 就是像制片文章一样 present 它的更主要是怎么应用 就是写好数学公式 建立好模型之后 怎么应用这个模型 呃 最主要呢 就是showcase一下 就是给大家一个对一个例子 就是作为 在应用数学领域 或者在应用 作为应用的 模型者 它怎么分析 这种Mathematical模型 数学模型 或者你可以叫 SR 这种类似的模型 这篇文章呢 它的背景 背景呢 我觉得有三点 就是作者写了很长 实际呢 因为我本人听过作者 讨论过这篇文章 那么它 我觉得这三点呢 是比较重要 第一点 就是说 作者说了很多 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个模型工作 对于新冠的模型工作 是很重要的 就是公共卫生的 Importance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呢 因为 它列出来很多数字了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 大家不需要看数字 这个呢 就是 就可以 convince 这个读者 一般情况下 就是实际是非常困难 去convince 这些journal的editor 特别是这些 就是high profile journal science nature 就是我们 很多很多 tri-mean的模型 数学模型 在非新冠的时期 你如果要 就是投science nature 就是第一步就过不了 这个public health importance 你的重要性 这个我自己 有这种经历 我们在一二年 做麻疹 因为麻疹 一年比较重要 到一二年的时候 我们亲自 我们因为和 editor office 实际是有联系的 我们因为 而且甚至在 到费城 和那个science office 都谈过 但是很多 这个public health importance 你要本身 这个health topic 要重要 第二个要有时效性 那个我们当时的一个问题 就是时效性 你差了一年就不行 那么现在呢 这所有的 精英罐的模型 它的时效性 就是非常强的 对不对 这个 从背景来说 现在这篇文章 那个公共卫生的重要性 很强 第二点呢 一个问题是 在四月份 五月份的时候 在美国 主要的传染病中心 是在 New York City 就是我现在所在的 这个曼哈顿 这个 我们这个 纽约五个区 当时 就是美国 曼哈顿 刚刚过顶点 因为在美国 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问题 大家是在讨论 这个曼哈顿 纽约 它这个疫情过去之后 那么 美国这个情况 会是怎么发展 这个病师会消失呢 还会 重新出来 然后再出来一次 还是变成 那个每年 Annual 或者过几年出来 当时在四月份的时候 五月初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需要讨论 是一个 Central Discussion Central 这个 Topic 如果说 假如说 这个局定可以重新 第二次爆发 第二次出现 那么一般 是什么原因 会导致这些呢 所以需要 去理解 这个 它的那个 Mechanism 它的机理 所以在我们流行病 Trimi流行病的领域呢 我们一般认为呢 什么可以导致 可以重新出现呢 导致 就是说 这个 易感者的变化 就是易感者 因为它一开始会很多 然后很少 那么然后 又会变化 怎么会再增多呢 人口可以从外地移进来 还可以呢 如果 我们讨论新的 有些 有些传染病 好比说 Mesos 这个麻疹 那么它新出生的 新出生的 那个儿童 那么它就是 成为易感者 有些疾病 因为这个 它的这个 immunity 它的这个免疫力 是短期的 那么这些人 病人呢 可以重新成为 易感者 所以是 易感者的 dynamic 易感者的变化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可以导致疾病 重新发生 那么 它的这个 就是immunity 它的免疫力的变化呢 又跟 根据 有没有vaccine 这个年龄的 年龄的分布 人口的移动 这些都有关系的 这些 这些因素 一般是我们 在做模型的时候 在做 创业病模型的时候 我们会考虑的 所以 所以作者呢 当时 讨论的时候 说 这些是 一个比较重要的 他希望去了解 如果这个疾病再发生 哪些因素 可能会影响它 那最后一个呢 C呢 就是说 在四月份的时候 西方国家呢 不像中国一样 中国呢 那个思想就是 最好能够 prevent disease occurrence 就是把疾病 给它控制 给它消除掉 那么 从一开始 这个西方 尤其 甚至我看到 它这个 它这个理论 其实在CGC的 它的这个流感大爆发的 就是 它的计划里面 就提到了 在某些情况下 它主要的方式呢 它是 flatten the curve 就是说 让这个 我们叫 epidemiological curve 就是这个曲线呢 不要让它太高 这样呢 就导致 这个时候 我们health care 这个医院系统受不了 就会导致更多的人 不能够接受治疗 就是死亡率会增长很多 所以西方呢 就希望呢 就是我爸 我不控制它 我可能很难 减少疾病的发生数 但是呢 我让它 就是这个 这个 curve呢 比较低一点 就是说这个是 从一开始 这个CDC也提到过 然后UK 我觉得是UK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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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ef Modeler 这个 那个 Neo Fogson Professor 他 一开始就提到这些 就是要 flatten the curve 当时呢 就是说 对于大多数来说 对于一般 非模型的人 对于非 Infected 对于非传业病的人来说 这个概念相对来说 是新的 当然我们以前听说过 我因为做流感 都听说过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 如果 很多政府的人 没有知道这些 我们需要去 评估一下 这个相对来 新的这个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 一般的 那个research 就不能进行了 临床实验啦 这些都没有了 就是有一个选择呢 就是数学模型 数学模型 可能会有帮助 所以呢 基于这个背景呢 就是这三点 这个 使这个作用 这个 这个研究非常重要 然后 这个研究 他用了哪些数据呢 他用数据相对来说 是比较 比较 稍微 很明了的 简单明了的 在前期的一些数据 第一个呢 就是 Case 新冠的 新冠的在美国的 confirm的这个病例数据 这个数据呢 是 他用在每周 是从那个 三月到五月的 三月到四月五月初的 这个数据 他用每周 为什么用每周呢 这个是在我们做模型的时候呢 这个 时间 单位 数据你可能数据到 是每周 或者每天 都有 那么你在什么情况下 你要用它 你要决定这个数据呢 你看我们做麻疹模型的时候 我们是用两周的 那么现在我们做 COVID呢 我们用一周的 这个是怎么判断的呢 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认为 这个COVID它的新冠的 它的就是 incubation period 它的 这个呢 大概是 七千一周左右 所以我们是根据这个 来判断 然后把数据 从每天的 转化成每周的 然后我们用每周的 我们模拟的这个数字 是模拟的每周的一个数据 然后第二个疾病数据呢 它是用了 就是另外两种人类 这个冠状病毒 就是 Human Coronavirus HKU1 和OC43 另外两个 这个冠状病毒的 这个 株 这个呢 是已经在人类中存在的 导致比较 轻的 这个呼吸道感染 然后它的这个 这个数据呢 是在美 从美国来的 然后是实验室检测的 每周的阳性百分 percentage 阳性百分比 然后第三种疾病相关的呢 它就是用的是 ILI 就是 Influenza-like units 就是内流感 这个数据的 疾病数 这个呢 是在我们公共卫生 就是有流感的监测 那么在美国呢 在 在美国 是监测半年 大概是到 从十月份到五月份 它是 这个我们叫 就是 Centinel Surveillance 就是美国 美国疾病预防中心 美国CGC 在美国找了 大概是 我记得是200多个 200多个就是 医生诊所 或者小的医院 然后呢 在这些 这半年中间 报告 每周的 有多少 病人 有上呼吸道 类似流感的病例 类似流感的 这个 病例 这个的判断呢 就是 因为我以前 做这个Surveillance 它就是说 一般有高烧 有肌肉痛 这两个是 最主要的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其他的 在中国的这个监测 我现在忘了 就是 据现在的情况 我不太清楚 就是以前 若干年之前 中国没有全国的 那么就是 在上海 我们有 就是全年的 就是 全年的 这个 每周的监测 当然不能监测 所有的人 也是我们 在上海 是选择一些 一些医院 有成人医院 有儿童医院 就是监测 这个 ILI 这个就是 就是 类似流感数据 这是它的 那个疾病的数据 然后呢 它也加了一些 就是说 其他的 Health Care的数据 这个主要是 它就说 是病床数了 就是能够 Critical Care 能够处理 这个严重病例的 这个 就是ICU的 床数了 病床数了 这些 这些的 这些的 Data 是从美国过来的 然后 它也提 它也用到了一些 这些基本的 这个 intervention的 这个 information 因为在美国 它是有 这种 这个Social Distancing 就是社交距离 就是控制社交距离 什么时候开始的 在美国呢 就是它已开始的考虑 就考虑 3月11号 这个因为是CDC 提到了这个 那么方法 在这篇文章里面 它主要用了两个方法 它的核心 是一个数学模型 就是这里是B 然后它 在 为了这个 让这个数学模型 更合理 它先做了一个 这个 统计的requestion 统计的回归 它做统计回归的目的是什么 统计回归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主要就是 替这个 数学模型里面 提供更好的 这个参数 就是 给数学模型 提供更好的参数 然后在 这个做 这个回归模型的时候呢 它要 因为回归嘛 要用数 要用这个 要用数学 要用这个 observe的data 这个data呢 它就用到了 就是 非新冠的 另外两个 就是另外两个 已经存在的 冠状病毒的株的 它的 实验室检测的 每周的阳性百分比 乘上一个呢 就是 泪流感 ILI 泪流感的树 这样呢 它就是预计一个 每周有多少 这是冠状病毒的感染 当然了 这个不是新冠病毒 是另外两个 已经存在的病毒株 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 regression 它主要是 因为在regression里面 它的 这个就是 dependent variable 就是 冠状病毒株 然后它的 就是 变量呢 它主要放到了 就是放进去了 这个 就是 季节性的一个因素 然后 然后放到了一个 就是 易感者的 易感者的 一个因素 有多少易感者 然后再放到了一个 就是 cross immunity 就是 交叉 免疫 因为 这个 在 生物学里面 这几个 冠状病毒呢 它是 都是一个家族的 它可能会存在 就是 交叉 免疫 交叉 免疫的情况 所以呢 就是 第一个做regression 主要就是为了 为数学模型的 提供更好的 更合理的 一个参数 那么 第二个方法 它用的 就是最主要的 就是一个 数学模型 这个数学 这个数学模型呢 在这里比较 明确一点呢 它的用的 它叫这个 SERS模型 这个S呢 就是 saccessible E呢 就是 exposed I就是 effected and effected 就是 感染了 而且能够传播给别人 这个R呢 我们就叫 recover 这个S呢 还是 sacible 就是说 一个人呢 可以一开始 是易感的 然后 被别人感染了 它就存在着 就变成了 E E呢 是它体内 有病毒了 但是它不能感染别人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经过一段的 incubation period 可能期间 或者更长一点 然后它变成了 I I呢 就是在英文里 我们叫 infected and infected 它自己 能够产生病毒 而且能够传播给别人 它体内有病毒了 能够传播给别人 然后R呢 就是recover的 就是它的 不能 才恢复了 就不能再感染别人了 因为 其他的 这个 冠状病毒呢 它的免疫力 是相对比较短的 一般几个月 或者一年 所以呢 就是作者呢 考虑有可能 新冠病毒 那么它的免疫力 也是比较短的 这样呢 就是有些人 得完病之后 可以再回到 抑甘者 所以又变成了S 所以它用了一个 SERRS模型 这个就是说 我们大部分人 做的 都是这么用的 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因为我觉得 我讲这个呢 就是它的结果 也很有意思 但不是最主要的 就最主要的 我想让大家了解 就是说 怎么建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 建好之后 你应该怎么用 那么去理解 数学模型呢 有些基本的概念 如果你理解了 就比较容易一点 这个是我 因为我作为一个 我的背景是medicine 但是我是学的 数学模型 在这个数学系 在物理学 数学模型 所以呢 我觉得有些概念呢 就是说跨学科 有点不一样 但是如果再理解一点呢 就会了解一点 不同的学科的 就会感觉 更容易理解 第一个 就是说 Terminology 就是我们看到 这种模型 SERR这种类似的模型 可能另外一篇文章 它会用不同的名字 那个在美国呢 现在我们用很多名字 就是NRH 就是NRH 它现在标准的名字 它有什么 它用Systems Dynamic模型 就是System系统动力模型 在如果我放大之后 好 我稍微放大一点 放大之后 你把它全屏吗 我全屏好像我不知道怎么翻到下一页 刚才 你就用那个Aero 前面的那个上面 前后左右键就行 我刚才好像试了全屏 它不握 你上去试试看 然后你那个Aero 那个左右键 OK 我试试 OK 对对对 OK 那么一些基本的概念 我觉得会帮助 另外如果是工程背景的 他们经常会叫 Systems Dynamic也是从工程 因为他们有Systems Engineering 是这些人用的这个Term 然后呢 那么在那个我们Termin病呢 一般我们会用Transmission Model 或者Dynamic Model 数学系的人呢 有的人就直接就用Mathematic Model 有些人简化一下 因为Mathematic Model呢 有的时候是用ODE 有的时候是用Partial ODE 就是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就是这个微分方程 我们中文 那么有些人就直接用那个ODE模型 在有些这个印记忆人背景的 他们当时就像上次宋老师 他们提到的时候 他们就印记忆人背景 有时候他们会用 Mechanistic模型 就是基礼模型 就是说这种用微分方程 来解释一个基礼 就是相对于 是相对于这个回归来说的 回归主要是侧重于数据的 那个数据的关系的了解 然后在我们传染病的 有时候我们还会直接就用 Compartmental模型 所以每一个state 就是SIR 每一个我们就叫一个Compartment 所以我们叫Compartmental Model 很多做模型的人 其实是在Ecologic 就是Ecology Department 因为他们做植物动物的模型 当然他们也做人的模型 所以就是还有一批人 他直接叫Ecologic模型 实际呢 他们都是用 大多数情况就用ODE模型 来描述 就是创业病 就是在这里 当然我们现在 为什么NIH用System Dynamics的模型呢 因为我们现在用这个方式去描述 非传染病 因为非传染病 它的那个grant 它的fund比较多 现在是在Pubble Health 是主要的方向 然后呢 我们读这个文章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听到 他说你的模型是 Deterministic 或者Statistic 就是说 Deterministic模型呢 就是你的模型 是当你的参数固定 当你的起始条件固定 你的结果是就是固定的 Statistic模型呢 它就是一个变化的模型 就是放进了很多随机性 即使你的参数是固定了 即使你的起始条件也一样 但是在每一步呢 它都是有随机性的 所以你最后的结果呢 是不一定的 就是你最后有多少人得了 得病了 这个是 是不一定的 然后呢 还有 即使我们这些数学模型 即使是 你描述之后 是数学模型 但是呢 还有一些人把它用作 就是 Qualitative 因为数学模型 大概我们一般都认为 是Qualitative 是一个定量的模型 那么什么时候 我们还用这个模型 写好之后 我们还用作 Qualitative 那个定性的分析呢 这个呢 就是说 如果这个疾病很新 然后我们很多参数 什么都不知道 或者有些人 我就不在于 我就 我不想用这个 去 就是测重于 它数字的多少 我测重于说 它的差别是 SIR 还是SEIR 我在 因为SIR SEIR 它的差别在于 你的理解的 那个Coldlink 因果关系 是不一样的 那假如 我只在于 理论性的讨论 因果关系 那么 我也可以用 这种数学模型 就是我不在于 我没有一个 就是数字性的 就不给你很多数字 百分之多少感染了 但是我在讨论 就是这个 因果关系改变之后 对这个传播的影响 这个也是 有这个研究者 是用这种模型的 那么 当我们有用这种模型 先好数学模型之后 它怎么和 我们观察到的数据 Empirical数据相结合呢 就是 一般情况是两种 一种呢 就是我们直接 就是 从观察到的数据 外面的数据 然后 得到 我们模型里 数学模型的参数 好比说 那个参数是 就是 Incubation Period 那个是多少 多少天 我们直接过去去 到人群中 去找这个数据 然后第二种呢 就是说 我们没有那个参数的数据 但是我们有一些 好比说 我们整体上 有多少发病的 有一些就是 其他的数据 然后根据 你的数学模型 然后我去预测一些 不能够直接 从 从 data 从 观察到的 一些参数 这个呢 就是实际 就是说 模型的 Parameterization 这个就像 直线回归一样 你要把他的 coefficient 给他估计出来 在十年之前 大家都是用MLE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那么就很难 就很难做 所以数学模型就 就是说 数学模型应用 就比较少 因为和数据 很难结合 那么现在呢 我们一般都用 MCMC 我们都用 Filtering 这样呢 就是说 可以 即使我们的数据 很少 我们一般只有 死亡数 或者 这个发病数 这个 这个 数据量 比较少 但是呢 我们要 要评估 我们要预测 很多模型的参数 现在呢 就是一般就用 MCMC 这个Filtering 去来做 大家都听 这个另外一个 基本概念呢 大家听过 就是 这个R0 就是R0 就有些人说R0 这个一般 在英文就读R0 这个R0 它就是Basic Reproduct Number 还有RE 就是Effective R 这个呢 就是大家已经知道了 就是平均来说 就是一个感染人 可以引起 多少个人感染 那个R0呢 这个R0呢 就是说 在人群中 全部易感 全部易感的人群 然后RE呢 就说是人群 可能是 不是全部易感 那么 从我们 游行病学 或者生物学 角度 更多的考虑的 你可以认为 这个R呢 它是一个 一个成绩 是什么 是一个 对一个感染的人来说 就是C Contact 我每天 就是接触多少人 第二个呢 乘上一个Probability 我每次接触 大概有多少几率 导致别人感染 乘上一个Duration 就是说我能够在多少天之内 能够感染别人 就是说这三个成绩 在一起呢 就可以理解成是一个R 然后这三个参数在一起呢 它实际是代表了什么 代表这个R0 这个R 它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 一个社会学的概念 一个行为 Behavior 还有一个Invironmental的概念 因为这个C 是你每天见多少人 这个Social Distancing 这些社会学的概念 Duration 就是你发病了 能够有几天 这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 这个Probability 你每次和别人接触 就是说你这个几率是多少 这个是一个 这个行为和环境的因素 因为你怎么和别人接触 是打喷嚏 还是握手 还是你要经过 这个接触的环境不一样 另外一个 我们这个传播 除了性传播之外 我们都认为是经过 Invironment 是经过环境传播的 那么这个环境里面 温度的高低 这个环境的 这个表面的特质 这些都影响 所以这个概念 这个R呢 它是一个 是一个就是很多因素的一个概念 所以它是一个 对一个特殊的国家 对一个特殊的人群 它是有特殊的一个R 所以不是那个 就一定是固定的 所以这个数学模型最重要的是 你我们首先的这个conceptual model 就是理论的 就我们叫causal model 因果关系 你怎么理解 所以这需要就是说跨学科合作 要需要有人有 就是这个疾病的了解 而这一点呢 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 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自己导师 他52岁 他之前是医生 52岁开始回到学校做研究 因为他是传染病医生 那么他的合作者 都是数学系的 都是工程系的 那么他提 就是其他工程系 数学系的人 他了解的就是SRR SER 他很多的生物的东西 传染病的东西 他不知道 所以就是说 真正一个合适的理论模型 应该是有这个就是有疾病 有就是跨学科的合作 有疾病人员的 这个就是疾病做研究人的参与 才能让这个书 这个理论模型更更有意义 主要是你的研究 你的research question 是你的研究的question 决定了你的这个causal model 你的causal model 又决定了你的 这个数学的模型的这个structure 你是用SRR 你还是用几个SRR 你还是用SER 这个是一些很重要的基本概念 那么我们有这些数学模型 一般怎么做呢 现在就是说 我们怎么用这些数学模型呢 现在就是在做研究的一般有两个 一个就是我把这个 这个我叫fit data 那么我就把这个数据 观察到的数据和我的数学模型 让它fit在一起 这种情况下呢 现在因为我们可以用mcmc 可以用filter 就是我们的结果总是 你的数学模型几乎总是 match你的观察数据非常好 但是呢 你的预测总是错的 基本上就是说没有 就是说预测的所有模型 不管是发表的什么疾病 发表在哪的 基本上预测都是不准的 inaccurate 这个基本上是 这个好像是非常常见 那第二点呢 就是说我用这种模型呢 我是就是用它是 就是discover theory 我用这种模型 就根据观察到数据 然后确定一些模型的参数 然后我用这个数学模型呢 作为一个就是 simulation 的 tool 然后我去观察 就是这个系统怎么变化 哪些因素导致这个系统 可以增加可以减低 但是呢 我不侧重它 增加了5%还是10% 减少了多少 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 你考虑的更多的是一个规律 是一个 theory 这样的就是你犯错的几率呢 就少一点 我看了一篇文章 看到就是说 在过去这些年 一般在创业病领域 用数学模型的这个情况 大家看这个图 基本上 比如说 这个数学模型就有一百多年了 比较固定好 这些基本的理论 都全部固定下来 其实是在1981年的一篇文章 在英国的 Anderson and May 是在1981年的时候 在梳理文章里 才把这些基本的概念都确定下来 那么一直用的 其实不是很多 数学系的人一直在 它有一个叫数学生物一个领域 他们一直有些人做 但是他们做的重点不一样 在过去十几年之后 一二十年 在美国 这个数学模型用的比较多了 原因呢 我的理解就是 和有些直接的 创业病 这个限期 创业病的event 事件相关 比如说 911 2001年的时候 因为出现了911 然后后来出现了生物恐怖 所以呢 就出现了第一个NIH 一个大的 就是数学模型的 一个grant 就是MIDERS 然后那个2004年之后 因为有SARS 所以做了很多人做这个模型 然后在2009年 2010年 因为有这个新的H1N1 就是NH投了很多钱 做H1N1 那么我的博士呢 就是做这个influenza 当时也是因为是 就是当时的H1N1 那个大流行 大家都去做 然后2011年 12年的时候呢 也增长了一下 是因为当时的麻疹 麻疹在西方又重新 因为美国已经 二十年已经结束了 你认为是eradicate 结果麻疹又回来了 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 这个数学模型 大家可以想象 在今年的时候 这个会就是喷发了 大家都在用数学模型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没有传统的标准的 这个standard study design的数据 因为在我们 正常的我们这个研究的数据 好比说是clinual trial 我们这个就是临床实验 我们的这个 就是follow up study coholt study case control 在这种pandemic的情况下 这些数据都是没有的 所以就是数学模型 可以就是帮助分析 现在有的数据 制片文章的方法 最主要的核心方法 就是一个数学模型 SERS模型 我没有把它的那个 它在它的supplemental里面 就是它有它的图 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比较简单 所以我就没有给大家全部 copy下来 大家可以想象是一个SR的变种 就是SERS 然后它这个在做SER模型的时候 它做了几个 主要做了两类模型 这里面是第二个 它的模型 它第一个它就做了 就是我们有两个其他的非新冠的 这个冠状模型株 OC43 HKU1 它做了一个SERS模型 去FET 就是美国的这两个冠状病毒的数据 然后它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主要是研究 这个immunity 就是 这个immunity 它的duration 有多少月 多少年 还有Crossimmunity 就是QuarStream的 它的这个immunity 还有它的Sedonality 就是季节性的 就是这些季节性的 我们在模型里一般认为 好比说一些社会的行为 可以引起季节性 季节性的温度了 它们温度了 湿度了 这些可以影响病毒的致病例 就是主要呢 是用 它用了一个SERS模型 第二个模型 就是用了这个模型 模型里面呢 它有两种冠状病毒 然后呢 用这个SER模型呢 去讨论 就是它的季节性 去讨论它的immunity 怎么影响它的就是R 就是R0 R1 它的这个 这个模型 制片文章的中心呢 它是做了另外一个SERS模型 是对新冠病毒 这个病毒 这个模型呢 它主要是增加了 就是新冠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 它的疾病有三种不同的临床症状 有轻重 有轻症 有重的 有需要 就是做 那个 就是 Critical Care的 就是很严重的病例 然后呢 它这里面呢 它同时 它也加入了 它也考 它中间也研究了 就是Incubation和Lentensin的差别 就是Incubation呢 我们是说呢 就是从一个人受感染 到出现临床症状的时间 叫Incubation 那个Lentensin呢 是指 一个人从被感染 到他可以 就是感染别人 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呢 就是说 在他可以感染别人的时候 他可能有临床症状了 他可能没有临床症状 就是说 对于这个新的 对于新冠的SER模型 作者增加了 增加了一些新的 就是知识点 在这个模型里 当然作者也考虑到了 这个就是 医院的 能够处理急症的 这个能力 在他有这个数学模型之后 他的就是说 他的结果 主要看的模型 主要看的这个 关系 关系是什么呢 他主要看了 就是说 这个 Epidemiology curve 就是这个曲线 发病曲线的 它的最高点的数 然后他也看了 然后他也看了 tumulative infection 就是总共 总和的发病数 这个是他的 outcome variable 在这个模型里面呢 他在看了 intervention 他的intervention呢 主要就是一个 就是因为在美国呢 当时就叫 social distancing 就是社交距离 保持社交距离 那个保持社交距离呢 在这个模型里 他怎么 他怎么 给他展示的呢 他直接就是说 用了一个百分比 可以减少 对于这个传播过程 因为我们有一个传播率 那么对传播率 他可以减少多少 他直接加上一个百分比 可能减少20% 减少40% 像这种情况 所以作者就看了减少的 那个百分比 同时 这个就是 这个social distancing 我们可以维持 多少个月 多少个week 在模型里呢 作者也考虑到 就是有没有一个 就是季节性的因素 在里面 因为季节性的因素 有些参数 我们是知道的 但是呢 还有一些参数 是不知道的 然后呢 他就放一个 就splink function 就放一个 这个就是 参数里面 用它来 去代表 所有的 我们不知道的 能够产生 季节变化的 那种因素 这个就是 在这个文章里 在这个模型里 叫 stitonality 这个intervention 这个社交距离呢 这个作者看了 就是你社交距离 是一次性的 还是多次的 所以一次性的 就是one time 然后多次性的 就是叫intermittent 因为呢 因为我们已经讲过 几个数学模型了 在我们数学模型 在我们 我们也叫 system modeling 在我们这领域呢 大家说的很多的 就是all models are wrong some are useful 因为 作者在 它在预计 这个prediction dynamics 所以呢 你可以肯定的说 不管它这个模型 做的多漂亮 它这个预测 都有可能是不准确的 所以呢 我们读这篇文章 我不在于看它 最后增长了 减少了百分之多少 而在于 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我们应该看它的 就是它的定性的 这个结果 不看它的定量的结果 然后呢 我们要看它呢 就是说 研究的人呢 他用这个数学模型 然后他去定量的分析 回答哪些问题 然后呢 更主要就是说 它这些问题 我们能不能 就是说 你能不能想到这个问题 就是 它这个研究的问题 你能不能想到 就是 或者类似的问题 这个是最主要的 读这些结果 我有六张slide 这个结果 但是我会非常快的 过去 因为这个具体 它增长多少 或者它的那个 减少多少 其实是 没有太大意义的 你做一个另外一个模型 稍微换一点数据 马上就改变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 就是模型的assumption 假设 第一个呢 这个呢 就是说 这是一个 它先做了一个regression 做了一个回归 它主要是考虑 就是说 用回归 用这些数据 然后看一看 就是季节性 看一看 这个causeimmunity 对两个 现在已经存在的 就是HKU1 OC43 这两个string 它的影响 就是说 它这里面主要展示的说呢 季节性的一开始 就是有影响比较多 然后现在这个黄色的是季节性 那么一开始 那个影响比较多 在每一个季度 在每一年里面 影响都是一开始比较多 在这个 它因为它有个季节性嘛 然后呢 第二个呢 这个红色和蓝色的线呢 就是指 COS immunity 它的作用的多少 因为COS immunity呢 它的作用呢 就是减低 使 就是 successful减低 所以在这个图里呢 就是负的 就是负的 越负的越多 那么它就对另外 减少易感者 所以对另外一个毒株呢 就有保护性更强 就是COS immunity更高 它所有的结果 用在这里面主要是为了 它的数学模型提供参数 这个是第一个图 那么第二个图呢 因为我们有两个 就是常规的 已经存在的 冠状毒株的数据 那么呢 就是 作者呢 就 就 用 因为它是有它的那个 就是 它建了 SEIRS模型 然后呢 去fit 是两个毒株的 就weekly的数据 然后呢 它现在看一下 它fit的好不好 那现在这个图里的A呢 大家看 就是它的一般的实现呢 可能是实际的观察数 那个点呢 dash的这个实验呢 虚线呢 就是模型模拟的 然后大家基本上就看到 就是说模拟的和实现 基本上比较违和 那么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做模型 都是这样 就是说 基本上这种吻合的模型 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可以用这个 在参数估计这一步 我们大家现在做的都很好 因为现在计算机的能力强了 不是因为 当然了 就是我们方法学 数学和统计系的老师 发明了很多方法 那么计算机现在能力很强了 我们都能做出这种 很好看的图 这个 这里呢 主要就是 这里呢 主要就是说 就是从数学模型来 做数学模型 然后对两个存在的 这个冠状毒株 然后发现的这个模型呢 模拟它们很好 然后呢 BC呢 就是我们可以用 这个数学模型呢 把它的就是R 这个RE 就是Effective Reproductive Number or Reproductive Rate 这个名词 他们都是互相用的 就是可以把它 就是计算出来 就是B and C 就是对这两个 已经存在的毒株 就是可以计算一下 它的 就是R 然后这些呢 结果呢 我会在第三个 就是我们新冠的 数学模型里面用到 这个模型呢 这个模型呢 是SER模型 然后这个 这个模型里面呢 是 因为是我们用了这个 用了新冠的模型 用了新冠的模型 这里面变化呢 主要是 它把 就是放了 immunity 你看SIR 大家如果知道 数学名 SIR模型 就是说 我们Assume 它这个就是 免疫力是长久的 像麻疹 麻疹它的免疫力 我们认为是终身的 那么冠状病毒呢 它的其他的 免疫力呢 是比较低的 几个月 一年 现在呢 就是说 作者呢 在这个SER模型里面呢 就变化了 就是这个免疫力 有多长时间 变化了 cross immunity 就是跨毒株的 这个免疫力的多少 这样呢 它就是在 ABCDE 就是它给不同的组合 就是 cross immunity 它的level不一样 它的immunity 它时间不一样 然后它得到了 主要的 主要的结果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新冠毒株 它的这个immunity 它的免疫 不是永久的 不是life long 那么呢 就 就非常可能呢 就是这个疾病 在未来就会变成 一个regular circulation 就会经常出现的 那出现 它regular circulation呢 它出现的pattern呢 有各种各样 可能会一年出现一回 两年出现一回 或者几年出现一回 这个呢 是由于多种因素引起的 这种情况呢 非常多见 我们做那个 就是margin 那个就是 在历史上的数据 都是这样的 它怎么变化呢 它是因为我们的人口变化了 我们的vaccine 这个就是我们的疫苗 接种变化了 所以就导致了 就是在历史上 你就会看到 这个麻疹 它的这个就是 它的季节性 就是有时候 持续的情况 每年都有 然后两年有 或者隔几年有 所以就是说 在长期的 它的这个pattern 都是受一些因素在影响的 当然这一点 这里呢 我要想起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当你的数字 非常少的时候 像麻疹 因为那个 在美国只有几十个 或者几百个 或者像中国的这个 这个祸乱 病例非常少了 那么这种数学模型呢 就不能描述它的 很难描述它的过程 是因为它的发病 变成了stochastic 它是一个随机的发病 所以就我们这个数学模型呢 这种 这种deterministic模型呢 就不能描述 这种特别小的 发病的情况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这个模型呢 我们还是有这个 S1R2模型 然后我们对这个 新冠病毒 现在呢 作者来用这个模型呢 然后探讨 就是你的intervention 我们的社交距离 它有没有用 在这张图里面 他看了这个intervention 是一次性给的 因为在这个图里 是蓝色的部分 我只一次性给它 就是不同的期间段 两周四周 或者一个月 两个月 然后变化了它的时间段 同时呢 也变化 就是说在这个模型里面 有没有一个季节性的因素 在里面 就是如果没有季节性的 这个图四呢 就是说 我没有一个季节性的因素 好比说 我空气 这个阳光 温度 湿度 都不影响它 或者说 那个季节性的 社会行动 到我们每年的春节 或者每年的Christmas 每年的圣诞节 这些对它没有影响 在这些不考虑它影响的情况下呢 就是这张图 我们就说呢 就是说 这个一次性的社交距离呢 就是总能够减低 就是大流行的 它的高峰 当然呢 就是根据你不同的 你准备多长时间啦 你准备让多少人 这个follow你的 多少人按照你的 Social existence 你的最后的结果会有变化 第五个呢 他说 我还是一次性的 这个空气社交距离 但是我的变化是什么呢 这个我有一个诗 一个季节性的因素在里面 就是说 好比说空气 它是有作用的 温度是有作用的 这个时候呢 就是 它因为会出现 因为我们会出现第二个风 这个风呢 有时候呢 就是 在某些情况下 你有控制社交距离 当社 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呀 第二个风 反而会更高 比你没有社交距离 翻会出来一个更高的风 这里面的原因是因为呢 有一个季节性在里面 因为夏天的时候 那个假如说 按照夏天有季节性 那么传播率就比较低 如果我们不控制 那么这个发病都在夏天 都在夏天发了 结果如果你有控制了 就是 我们有控制 到冬天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传播率是比较高的 你控制了 你让就是夏天的人都不得病 很多人还是易感的 所以这些人你就推 给它推到冬天 结果冬天 它本身的这个传播率比较高 结果就出现了 整体上 就是发病更多 虽然你在夏天 你有了社交距离 但是如果你使用的不合适 结果实际呢 你导致冬天一个更高的传播 这里面就是主要说明 这个问题 就是说季节性也很重要 那么第六个图 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图 因为它作者在很多 talk里面都说过 我听过他自己讨论这个图 这个图就是说 讨论如果我不是一次性的控制 那个我考虑到我的病床术 我一旦发病太多了 就是我就有一个 这个社交距离控制 然后一旦这个疾病降低 降低掉一定水平之后 就我为了不影响社会经济 我就没有这个社交距离了 大家又恢复正常 恢复正常之后呢 疾病会再出生 再出现 如果再出现 一旦超过一个 我可接受的范围 就是医院受不了了 我再一次给他一个 社交距离 就是反反复复的给 那么就是说这个图呢 就是展示的这个情况 然后这个图里面呢 AC呢就是有季节性 BD呢就没有季节性 基本上呢就是说 我们看这些图呢 他就是他就说 如果你反复给 反复的有社交距离 反复的有社交距离 这个控制措施呢 他的作用还是根据 你的医院的承受能力 和这个是有关系的 还有就是你让多少人 百分之多少人 能够维持你的社交距离 这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他的结果呢 不是完全固定 不是完全固定的 这里面比较有兴趣的 比较有意义的这个结果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GF 就是在C和D C这个D呢 这里面的他的情况 差别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在医院里 在特殊情况下 我把医院的这个承受能力 病床数增加一倍 我如果增加一倍的情况下呢 就是我就可以 这个GH这个图就表示呢 我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就是可以使 有更多的人变成 就是有免疫力的 就是这个绿线 就是在GH的绿线 就是说如果我医院里增长了 医院的增长的承受能力 能够帮助整个社会 更多的人快速的变成 就是有免疫力 所以这样的呢 就是说当然是好的 就是说从模型来说 可以证实 这一点呢 他考虑了就增加两倍 实际纽约的情况 因为我 因为我 我自己就是家里人 是在医院上班的 那么我们纽约平均是医院 增长了四到八倍 总结一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它就是说和一般的文章 不一样的 它增长了季节性 它加上了季节性 它加上了就是 跨 就是这些呢 你说它完全新吗 它不完全新 对于我们做模型的人呢 我们 就是说在其他疾病里 都是看到这些 都会考虑这些 但是如果是 作为一个数学系的人 他可能 就是完全作为一个新手 他可能就不会了解这些 那么 这个 这两点呢 是相对和其他 很多模型物看 有点不一样 然后 这个可不可以重复呢 可以 但是我是不建议重复 那么重复这些 完全一样的工作 也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意义 因为它回答的两个问题 在四月份 五月初非常重要 但是现在呢 我们的问题已经变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就是 tracing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 美国 你现在第一次 这个 lockdown 不walk 你现在要反复来 就是假如反复来的结果是什么 就应该 怎么做呢 去做其他的 现在重要的问题 而不是重复他的工作 他的 这个文章大人 在science上 而且这几个人都是 尤其是他最后一个作者 你也认识 是美国最很重要的 这个创业病模型老师 那么他当然就是 是一个很好 很好的工作 他有什么 局限之处呢 局限之处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疾病是一个 unknown 是有很多uncertainty 所以他的所有的预测的数值 都是不准 都你可以说肯定就是不准确的 好比说 这个医院 healthcare 它这个系统的数据 来考察的现象 那么我们知道 在美国 其实是 我们现在纽约平均 都是改变八倍 直接就把病床 直接就上了 我们很多 这个游行病里面的参数 它这个模型里面的参数 用了很多 这个我们叫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这个是随时在变化的 因为我最近有一篇文章 是Neil Ferguson 英国的那个首席 模型作者 他们 因为他总结了 所有的这些数参数 这些关于疾病的参数 一直在变 所以说 五月份的预测 和现在的预测 可能是差别蛮大的 这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像一般的这种模型 他都不考虑到 这个 这个Stochasticity 它的这个 就是随机性 所以呢 就是它提供了很重要的 讨论一些基本的 就是Theory Principle 但是呢 它对于它的这个 随机性呢 就没有讨论 大概基本上 这个这篇文章就是这样 我想要告诉大家的 就是说 文章最后的结果 这些数字 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怎样用这个数 这个这个模型 去回答什么样的问题 好 谢谢大家 好 苏延芳 你来主持吧 非常谢谢李老师 今天的精彩分享 不仅仅给我们介绍了这篇文章 并且呢 对于数学建模 有一个非常好的归纳总结 那李老师 您要不先回应一下 就是咱们 看看 提出 大家提出的问题 好的 第一个呢 第一个呢 就是有人问 我觉得 您在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 没有在闹 就是 有一个问题是 让您再解释一下 R 但我觉得您解释的 还挺清楚的 就是那个R0和RE 那个R0和R0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它是一个数学概念 它的定义是在 就是说 在in totally susceptible population 在全部免疫的人群中 when you introduce a single index case 你有一个 单独的唯一的一个 新病例 就是average how many new cases will be will be introduced will be led by the index case 就是说 你的平均的 第二代病例数 就是说 在你的index case 你的手 九个病人之后 它的平均能引起 多少 二代病例数 这个是R0 R0 就是 我看国内有些老师 就叫G 叫Az R0 其实就是英文 就是Arnot 然后RE 它的英文叫 effective reproductive member 或者叫 effective reproductive rate 它就说是有效的 传播数 当这个人群 它不是百分之百 易感的 就是我们已经给了 前后已经有人得病了 或者我们有疫苗 就是只有百分之八十人 是易感的 在这种情况 你的R 叫RE 叫effective R 它的基本概念 那个RE RT和RE 那个RT和RE 就是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T它是time 在不同的点 time point 那个RE呢 就是effective 也是在不同的点 这因为在美国 有一个很大的概念 我们是在中国 你在中国学 epidemiology 你知道美国学 epidemiology 就是美国这边 是不统一的 它不同一概念 它不同一 terminology 每个人可能用不同的名词 在国内呢 就是大家是 那个全国统一教材 大家都定好一个概念 所以RT和RE 它是一样的 好的 对 因为有一些教材里面 我看看 我是不是把自己mute 没有 就是有一些教材里面 也叫RN 其实这些概念 都是一样的 然后另外呢 就是有听众问到说 您先前提到的 这个incubation 还有latency 相应的有经验值吗 就是现在有一些 这种in pre-co-evidence吗 我理解现在就是说 没有 就是没有真正的 就是数据 大的数据能够 那个publication 能够support这些 但是呢 就是一般的 在那些数据出来之后 他们讨论的时候 都认为大概1000到2000 大概就这两个差别 大概在一 一两天 因为我们做那个 传染病的 我们很关心 这两个incubation和latency 它这两个就是一样 还是不一样 如果一样呢 就是说 它能够传播别人的时候 它已经有临床症状了 那么我就比较容易 identify这个病人 这样就比较容易控制 如果现在这个latency 它比较 它比这个incubation短 现在我们认为 这个就是新冠的情况 它短 所以它就没有临床症状 但是它有一天到两天 它已经能够感染病人 所以这样呢 就导致 就是这一两天 就是说 很难控制到 现在呢 我们基本上 现在的模型 大家都把这两天 又再加上一个 再加上一个state 我们就se 我学生就是 随便给它起个名字 就是那个什么 se p 什么 就是再加一个state 就描述这一两天 就没有很多的 那个就是 关卡到的数据 数据的数据 能够解释这个 因为现在还是数据 还是比较limited 另外一个问题 我看 就是这个 generation times 这个 serial interval 识别是 它是这样 这个generation time serial interval 这些呢 就是 serial interval 是指 就是说 从一个病人 从一个病人发病的时间 到它引起的第二代病人的 发病 临床出现症状的 这个时间 这个平静的时间 这个概念呢 它是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观察 那么你可以拿到这些数据 这个数据呢 就是说你可以 计算出来的 generation time 但是我们在 在你有SE1 SR2模型 或者其他的数学模型的时候 你说在数学公式 你可以计算出一个 这个R0 或者国内我们中文就叫R0 当你有这个R0的时候 它和generation time中间呢 它有一个数学的连接 但是这个连接呢 它不是一个固定的 它是根据 所以如果我用SR2模型 或者我用SER2模型 它这个数学连接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这个问题 我看这个同学的问题 主要是 就是说 你如果获得了generation time 你可以用它去计算R0 但是呢 你要基于一个 你认为这个是SER2模型 还是SR2模型 你就必须要先把这个 就是说 先把你的公式先 数学公式先这个假设好 这样的话 你可以从generation time 去计算R0 第二个 我刚才说的那些呢 就是说 这个R0呢 你可以计算 一种呢 就是我有数学公式了 SR2模型 数学公式过来了 我直接用数学的算 因为它是个数学的 数学的这个index 另外呢 就是我们更好的理解呢 像我们在流行病 我们去解释 给学生解释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 我们就给不同的 不同的概念嘛 一个概念 就是刚才我写的 你可以想象成 我一个单独的 一个发病的人 他在他的 可以感染 infective period 他一般是有 好比说一周 或者两周 可以感染别人 在这些 在十天之内 他感染多少 你怎么想呢 你就想啊 平均下来 这个人 每天我会和多少人接触 然后我和每个人 接触的时候 我能够引起别人 多少的几率感染 多少几率感染 如果把这三个概念 我都制造的话 乘在一起 就是contact number per day times probability of being infection being infected poor contact 再乘以上 duration of infectivity 就是说这三个 成在一起呢 你看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那个传染病的 它是一个 那个流行病的 一个概念 如果你知道这三个 那么你就可以 计算出来 这个是 也是一个 R0 这个呢 只不过呢 就是从一个概念上来 概念上来计算的 关键是 就是你有没有 这几个参数了 所以你的问题说 这几个哪个对 就是说都对 这些都对 关键就是 你手里有什么 有什么参数 有什么数据 然后你就可以去计算它 而且就像我说的 这个R 它是一个 是根据一个地点 根据一个人口的变化 它是随时在变的 它是一个社会学 生物学 行为学 这个环境的一个受影响的 所以这个R呢 就是说 不要纠结于 它对还是不对 谢谢李老师 然后我觉得 就是李老师 在这个分享里面提到的 这些不同的模型 其中也取决于 这个感染的人数 就比如说像是 一些已经在消亡的 这些传染病 包括像Polio 这样的传染病 有可能它的传播 是非常stochastic 就是很随机的 然后呢 我们现在在做新冠的时候 还用的是 deterministic model 就是说 是相对应的 是传染病的两种 不同的特征 有一个呢 是叫spark risk 就是说 在一个点 然后呢 爆发相应的 这个infection 但是呢 它有可能是量非常少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spark risk 就是说 当一个传染病 它从一个点 然后扩散到人群 特别说像新冠 这种情况的话呢 它有社区感染 所以呢 它相应的assessment里面 有两种不同的risk 如果说是从 这个流行病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今天 李老师分享的很多 就是对于数学模型 很基础的理解 这些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有可能对于我们接下来 想做相关的研究 也有很多的启示意义 好 那邦老师 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其实是很好 我觉得今天讨论很好 而且这个也比较 下面这个 把这个理念 跟那个模型 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还蛮启发的 尤其这个后面的话 这个后期的话 就是说你现在又是 他这个 你是不是现在就是 这个控制 还是不控制 或者如何控制 其实这个都是争议比较大的 对吧 我觉得今天 所以李老师 讨论那些 其实我们现在 对这个 疫情的理解 和波瓦忽敏 可能很多 不同的政策 可能理解 以及这个不同的防范 防范的这个效果 这个就是还是蛮有启发的 你这个模型本身 其实他现在这个 他就是普通的回归 是吧 他做的时候 不是 他的这个主要模型 是一个数学模型 他一开始要做一个回归 回归的帮助他 就是给他一些那个参数 他这些参数可以带到他的数学模型里面 所以他这个模型 最后他有提供从事吗 他应该是没有 我看了他的那个 就是Supplemental Materials 因为他这个概念 相对来说 就是他的这个东西 对于我们做模型的 他没有很多那个 就是说Trick在里面 技术上没有Trick 只不过就是说 你怎么理解 就是说你是用了什么数据 你加了哪个参数 然后因为他是在他的这个方法里面 他给你画出来了 好比说SR 你就是三个Compatement 然后因为他是两个Stream 他就说你要至少有两个SR 然后互相怎么连 你本身一个SR 就是S to R I to R 那么你有个要回过来的SR S你要再回过来 现在我有两组 那你要两组把它连起来 就是这个 这个他的那个图呢 是有的 一旦像我们做模型的 看到这个 就自己就把公式写掉 OK 就是说他现在这个 他没有提供那个R的程序 或者这种 这种计算的程序 他应该是没有 但是这个要复制也不难是吧 复制不难 OK 然后第二个 他这个数据现在有公开的吗 他用的数据 他的数据太简单了 他的数据 他那个就是 Infection数据是完全是 完全公开了 然后他的 就是另外两个存在的 Covid的数据 我看他也有table 也列的蛮详细的 就是每周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多少 应该是也是可以拿到的 OK 我觉得这样 这个这个复制造 到底意义 倒不是说 对于文献本身 多少复杂 但是就是说 通过这个复制造 也可以让大家就是说 可以来这个test一些idea 对吧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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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老师是这样 主要好比说 我们的目的 假如说另外 另外一个同学 老师要看一下 我的intervention 好比说 现在在美国 我换一个 twisting intervention 放到里面 那么关键就是说 我在放的时候 我什么时候放 几月份放 那么我现在是六月份放 对吧 我放的时候 我是一开始就上去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还是这些东西呢 是我像他们做模型 像我们做模型 都是现在在R里面 直接写好 这个就是说 这个呢 他就是就要需要 就是说 能够R会编程的 相对来 相对来说呢 其实也是 不是那么难的 对 但是呢 你要 你要知道怎么放 你首先你要了解 我是一个新的intervention 这个intervention 是怎么work的 他是影响的S 还是影响的I 还是影响的R 就是说 这些东西 要先想好 对 对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 如果能把它 做成这个 护照他们 这个会想看 正在准备把这些 选一些模型 作为工具 这个工具来实现 那这样的话 就是你即使 对这个 编程 总程不是很熟悉的 也可以来test 就是我用几种 不同的模型来比较 同样的数据 对吧 或者说 我把这个里面有些 这个参数变化一下 来看到是会有 怎么样的一个变化 对吧 那个到时候这样 请你帮助再知道一下 对吧 行行 因为他们很多同学 好像都是那个 有数学背景的 对 就他们就会很厉害 所以就是说 就要有加入一些 有数学背景的 对 他会做simulation 相对来说 这些都是很容易实现的 对 当然 有数学背景 他关于是这个病理 模型 对 了解 对 对 这个就是特殊的 在美国做模型的里面 就是大部分都是 数学系 工程系 计算机的这些人背景 好比说 现在这个作者 他就是 是在那个 Nestland 在他们做的是数学系 数学系 美国人在数学系 读出来了 因为这些做模型的 比较有名的 都是从英国出来了 然后 比较少的是 考虑他这个模型 合适不合适 应该怎么用 这个呢 就是像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是 不会进行方法 但是是 不会方法的人中间 唯一一个 可以发science 就是讨论 就是说 主要认为 就是说你是用SR 为什么我要用这个东西 对 我 我其实应该用他的 因为他基于 就是对 肯定的了解 那么数学系人 他过来之后 就有SR 他不管你321 直接上SR 你那模型 其实更重要 这怎么说呢 我 10年之前 5年之前 我们出去 如果在 那个流行病的会议上 你说你是做 mathematical modeling 那个 epidemiology 从来看都不看 因为 谁看呢 只有 就是CDC 和WHO的人看 那么现在 因为这几年 就是因为 计算机能力的增强 所以导致过去10年 这一块增长了 那么密西根的特别 密西根的例子 就是 我读书的时候 只有一个老师 做这个模型 现在有 大概是 有5个 还是6个老师 做这个 所以就是说 每一个学校都是这样 对 你这个病理模型 你的模型 还是发鬼的 主要是研究它的 规律性的 那现在要日测的话 就不一样了 目标就不一样了 对吧 对对对 对对 OK 那好 多谢这个李成老师 多谢这个苏老师的推荐 这个文章推荐的这篇文章 也欢迎大家继续推荐了 好 好 那个李老师 我还想问您一下 就是说 有关于这个 Signality 因为像COVID家族的 这些病毒 比如说像SARS 它就是 一次性 然后呢 就说它 很快就结束了疫情 那也有其他的一些机构 在做Signality的时候 它是用 Pneumonia 肺炎 相关的Signality 您个人会觉得说 是用 就是COVID的 这个大家族里面 另外两种病毒来做Signality 比较好 还是用Pneumonia 的Signality 我是觉得 那个应该是 R比较 就是应该是基于 R比较接近的 看那个 就是R比较接近的 那些Pastion 可能看着更合理一点 因为Signality 我们的理解 就是做模型的理解 它一般看着这几类 一个是就是说 这个物理 物理因素的影响 对吧 我们说那个 气候了 或者这个 Humility 失度了 第二个是认为 是Social 是Social的影响 好比那个学校 关门开门了 就是这个 就是人口 随着节日的流动了 是 这些是Signality 主要的可能的 可能的因素 所以呢 就是说 根据这些呢 我自己的感觉吧 如果我要选择 就是说 因为你现在评估 大家就想象 就是它会不会 还得过来 有没有Signality 可能还是要看 现在大家认为 不是说Signality 而是就是它 重新出现的可能性 因为基本上很大吧 很大之后 就是说 它的可能的Pattern 会像什么呢 我自己的那个直觉感觉 就是说 像一些 就是这个 这个R 它的Reproductive Number 比较接近的 可能这些更make sense一点 对 你提到我来想的问题 其实这个 这次这个疫情的话 因为它这个规模太广了 时间也很长啊 其实它里面的这个 可能Pattern非常复杂 其实把很多可能 不同的这个流行病的Pattern 可能也许在这都能找到 这些可能相似的这个Pattern 所以怎么样 从那里面能够把这个各个地方的 不同时期的这个 它这些Pattern 能够把它identify出来 能够做一些分裂啊 倒是可能都很有意义的 对吧 因为它是不但变化的时候 它其实是连中国的这个可能疫情 跟美国的疫情 可能已经很多这个病毒的这个 已经有很大差异了 对吧 你包括这个欧洲的病毒 可能到这个这边的病毒 早期的病毒 后期的病毒 可能也都很大差异了 病毒本身也有很大这个差异了 第二个呢 它这个感染的模式啊 大家的这个事实也很差 也这个差异很大的 对吧 所以不同的那个人的这个 就是说应对的模式 不一样 行为模式不一样 也会影响了这个 它的这个扩散的模式 所以最后这里面可能会很多 很多很多不同的Pattern 这次这个疫情那里面啊 对吧 对对是 那个就从宏观的到微观的 对 因为我们还做一些微观的模式 就是讨论 就是真 就是上次我们读的文章 就是说它真正是怎么传播的 那个就比较微观的 那么当这个疾病 一旦就是说在从大流行 Pandemic到水平比较低的时候 它其实微观的作用更重要了 它一旦微观作用呢 就是说在大流行的时候 它的重要的传播的途径 在微观的时候 它可能是不重要了 这个是因为它是根据这个环境 受环境影响的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理论 就是说基本上认为 这些呼吸道传播的疾病 它是 就是说它的治疗 在我们 Global Health 我们有一句话 就是我刚刚打进来 就WHO老是说 我们要think globally implement locally 就是说 当这个疾病变得 变得比较local的时候 它的就是说 很多东西都在变的 它的传播途径也是 传播途径 就是说我们认为是变的 因为这个我们是有 influenza的那个例子 是可以支持 有些数据可以支持的 所以呢就是说 有很宏观的模型 好比说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模型 也需要有很微观的模型 对 我就说刚刚就说各个地方的这个这个模型 这个其实对于可能很大的差异 就是怎么样最后把这种各种各样的就是那个pattern来进行分裂 可能这里面就像巨大的实验室 这次就像一个巨大的实验室 巨大的实验 全体都involve来了 对吧 那么这里面各种gapattern其实都是差异比较大的 能够把它做一些分类归类 对吧 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难得难得这样的机会啊应该说 对对对是因为我自己导师后来找我他就说他做了一辈子大流行 大流行防控因为他在CDC也做也是做这种这疾病消疾病控制 大流行控制的 然后是真正见了 就是现在这一次是真正见到了 对 葡萄有没有什么问题 葡萄葡萄有没有问题啊 我那边暂时没有问题 对我现在也在看那个模型 在复制一些模型 设计有不懂的 我再问一下李老师 现在最近也在了解这个SER和相应的这个模型 对我刚刚就是在做这个用不同的模型 不同地区大家来做的话 可能看能不能怎么样去分错 identify里面那些不同的pattern 这个可能是很有意义的 对 OK 那好 那多谢李老师了 谢谢 谢谢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